古代欧洲人一生只洗三次澡 出生结婚死亡 著名的法国国王路易十次 一辈子只洗了两次澡 一次是九岁 一次是七十三岁 欧洲贵族如此爱美 打扮得光鲜亮丽 为啥就是不爱洗澡呢 因为他们怕死 欧洲最爱洗澡的是古罗马人 很喜欢脱光光一起泡澡 但他们的水管是签作的 里面都是毒物 洗着洗着就挂了 于是古代欧洲人便认为 这是上帝的旨意 人洗澡时皮肤上的小孔会打开 病毒趁机跑进去 人立刻就卡了 到后面黑死病爆发 欧洲人更害怕洗澡了 教会宣传人身上污垢越多 越能挡住病菌 脱光衣服洗澡 无异于自杀 所以在古代欧洲 你要是爱洗澡 那就是不讲文明 不仅会被削得大牙 还会受到处罚 第二个原因 怕麻烦 我们现在洗澡特方便 水管一开热水就来 但在古代欧洲 洗澡可是大工程 贵族还好 可以命人打井水烧开来洗 平民就惨了 只能去一些无人的河里或湖里洗 这就有了安全隐患 女子外出洗澡 很容易遭人调戏 而且古代欧洲的河湖 脏得无法直视 里面全是排泄物 因为他们不喜欢建厕所 都是走哪尿哪 连王公贵族也不例外 那些公主王妃 穿着华美宽大的裙子 侍女便躲在裙子里 拿盆结石 使尿老是堆结上 也不是个事 于是他们便将排泄物 全部倒进太吾式河 你敢信吗 这条河还是伦敦的 主要引用水源 这又不洗澡又乱拉屎的 古代欧洲能不臭吗 为了遮盖身上的臭味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 便让工匠发明了香水 所以欧洲的香水产业 才会如此发达 因为他们经验十足